曼城的腰有救了,传6100万磅牵下荷兰新星,网友,穆帅在截忽一次英超新赛季打了12轮,曼城仍然延续上赛季那种催枯拉朽的吃头,继续领袍英超积分榜,这还是在队内核心得不劳内因伤缺,几乎没有上过场的情况下。 曼城如此好的战绩,与他们阵容厚度有很大关系,目前曼城队中大多数位置都有轮换,而且轮换实力也不错,尤其是边峰位置,有这三个都有首发实力的边峰,萨内、斯特林和马克雷斯,主帅瓜迪奥拉会根据三人的训练情况以及对手的不同安排首发,效果都很不错,不过,曼城阵中有一个雷打不动的首发, 那就是后腰位置的费尔南迪尼奥,他在12场英超联赛中都首发了,出场时间仅次于守门员埃德森,以及中尉拉波尔特,在瓜迪奥拉的执教下,33岁的老将费尔南迪尼奥老当一壮,梦回巅峰,拦截抢断几位传球样样在行,在库斯科网影超球员表现平分榜,终以7.48分高居第六, 他也是这份榜单前十中年龄最大的球员,然而这也是曼城目前最大的一个隐忧,整个赛季后腰位置都要依靠一个33岁的老将,真的没问题吗? 赛季漫长,赛事密集,且不论一个老将的体力是否能撑得住,万一遇到个什么伤病,岂不是无人可用了? 曼城的管理层,也想要尽早治好这个腰病。根据日前英国媒体的报道,曼城在与巴萨和热次的竞争中胜出,接近以6100万英镑的价格签下荷兰新兴弗兰基德荣,年近21岁的德荣,也是类似于费尔南迪尼奥的全能型中场球员, 防守技术和态度都不错,可以带打中卫,技术好,视野出色,长传短传都很有精度,他带球推进的能力也很强,值得一提的是,他也会当年哈雷的一招转圈术,有着被试拿球摆脱的能力。 德荣最近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是欧国联合篮2比0战胜法国的比赛,这场比赛德荣零失误零丢球,造了一个点球,依次从抢断机器,坎特脚下断球堪称经典,随着德荣展露头角,他进入了欧洲各豪门的视野,曼城,巴萨,万联和巴黎圣日尔曼,等多只豪门都对他感兴趣, 其中曼城和巴萨是两家最想得到他的球队,这两支球队后腰位置都存在隐患,都进入新老交替期了。 德荣曾经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喜欢巴萨和喜欢梅西,让人一度以为巴萨已经接近锁定这个年轻天才了,不过英国媒体忽然爆出曼城接近6100万签下德荣的新闻,难道是瓜迪奥拉的电话,起了作用? 住!瓜迪奥拉的电话,指的是瓜迪奥拉会给想要签下的球员打电话打动对方,巴西球员热苏斯就曾表示瓜帅的电话,说服他加盟曼城。 当然,这个传闻的真实性存疑,现在离东窗都还早,曼城的手脚有这么快吗?而且不会被截胡吗? 曼城,在近年转会交易中,已经被截胡过三个猎物了,分别是桑切斯、弗雷德,被截胡到曼莲,若日尼奥被截胡至切尔西。 尤其是后者可谓曼城的遗憾,在刚刚转型的切尔西若日尼奥表现已经不错,可以设想在类似传控打法的曼城中若日尼奥表现甚至可能会更好,如果德荣来了曼城,那么曼城最短的一块板,也将被补上了。 这对英超其他球队来说,可不是什么好消息,有球尼戏称,虽然截胡了也用不好,但为了英超大局,穆里尼奥就赶紧再出手一次,江德荣也截胡了吧。